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們不是在植物園也不是在公園 我們這是頂樓 雜草重生 從這個瓦斯桶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87年的房子 87年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居住 那你再看一下這個 這不是壁紙喔 這是油漆喔 你看它就是因為漏水程度太嚴重了 導致它的油漆都開始剝弱了 你看這美麥的版面是雲帶起 我們這個空間也是開放器的 所以我在後面把它隔起來做成一個房間 大家好我是Hero 你今天裝修了嗎? 那我們現在位於景美的一個老宅 那我們的屋主因為長時間都沒有居住的關係 導致裡面有漏水也都沒有發現也都沒有處理 那到底有多嚴重呢? 走就讓我帶你們大家看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是在室內的位置 因為今天是下雨天啊 所以你看天花板還有很明顯的水滴在地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牆壁的部分 從天花板流到電箱裡面 像這個電箱裡面也全部都是水 所以很容易發生電線糾弧 所以都是很危險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竹臥 好那我們現在是在竹臥的位置 那竹臥啊因為它的外牆是沒有建築物的 外牆的防水層已經都失效了 那你再看一下這個 這不是壁紙喔 這是油漆喔 你看它就是因為露水程度太嚴重了 導致它的油漆都開始裹落了 那再來就是它這個泥座的部分都已經有產生黴菌 會危害到身體的健康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赤臥 再來就是赤臥 那其實它漏水的程度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都非常的嚴重 到時候我們都會把這牆壁都是剔除 打到箭底 然後重新上防水層 那這窗戶全部都會拆掉 然後這個櫃子 然後衣櫃也都會拆掉 你看這美麥的板子 你不能帶起來 全部的我們都把它拆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廚房吧 那這裡是之前的廚房 那這種廚房其實比較小 那到時候我們都會把這面牆打掉 做成開放式的廚房 那看起來空間就會比較大 那你看像這個水泥都已經剝落了 這個壞 然後這個防水都是一樣都很嚴重 你看那廚房也都很小些 那這磁磚也都是已經隆起了 廚具全部都把它拆掉 那再來看你的瓦斯桶 我們從這個瓦斯桶你就可以看到 是87年的房子 87年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居住 為什麼曾經用屋子漏死率這麼嚴重 一定有原因 所以我們去樓上看一下吧 好我們現在是在頂樓 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們不是在植物園 也不是在公園 我們這是頂樓 屋主跟我們講說 他之前只有買一兩盆的盆栽 現在已經變成是整片了 雜草重生 因為它的樹根整個都扎到地面上去 所以導致它的防水層完全都已經失效了 那你看這邊還有積水 這就是我們剛剛偶下看到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積水 所以水會慢慢一直滲透 就等於它整個頂樓 已經完全沒有防水的功能了 到時候我們會把它翻掉 然後重新做防水做修復 我們走上完工了 就讓我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改造哪些東西 首先大門一進來 大家記得右手邊是一個入口處嗎 我利用原本的寬度跟深度 做了一個落地式的玄關櫃 那我在玄關這裡 為了要讓室內跟室外有一個區隔 所以我在地板上貼上瓷磚 那瓷磚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外面下雨啊 你進到室內裡面潮濕 你要再拖地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也比較好清潔 然後再往裡面走 我這裡做了一個端景台 放上一個綠色植栽 然後後面做了一個跳色牆 裝上一個壁燈 讓你在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有溫馨感 那我們再往裡面看吧 那我把原有的窗戶給移除掉 讓我們整個進出空間變得比較大 那左手邊這裡呢 我放上一張沙發 再來就是大家還記得 我們天花板以前漏水非常嚴重嗎 那上面其實我們已經搭了合法的鐵皮 我等一下再帶大家上去看一看 客廳的中間我做了一個電視牆 那電視牆我沒有做到天花板的原因 就是為了讓空間不要變得這麼壓迫 那這個下面呢有一個儲藏空間 我利用後面櫃子的深度 把這個收納空間給做進去 你就可以放比較多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我們的屋主啊 當時有跟我說他很想要一個小廚房 所以我就在電視牆的後面 創造出一個小廚房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變更進出口位置的原因 大家還記得嗎 這後面就是我們的巡關櫃 那牆壁我貼上了壁紙 讓整個空間做區隔 我們這裡的天花板原本有一支樑 然後我請木工做一個圓弧造型 把樑給修飾掉 那上面做了一排的間接照明 讓整個樑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的銳利 再來就是我們整個空間的重頭戲啊 開放式的廚房 也就是現在年輕人最喜歡的 我把舊有的隔間槳給拆除掉 讓整個空間更有延伸感 那我在廚房跟客廳的中間 我坐上一個中導 所以你在煮菜的時候會有更多的互動 那這裡下面也有一些收納 可以放一些褲碗瓢盆 其實很方便 那牆面我做了兩排的成板 你可以放一些調味料啊 一些食材啊 在這裡我做了一個T型的抽油煙機 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會比較合調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主臥室吧 我們這個空間原本是開放式的 所以我在後面把它隔起來做成一個房間 那天花板上面原本有一支樑 那床不可能壓樑嘛 所以我就把床給移到中間來 那樑下就擺上一個衣櫃跟一個展示櫃 就是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樑下空間 那我們看下一個空間吧 因為原有的廁所有很嚴重的漏水問題 所以我們整間廁所啊 全部都給它翻行 那牆壁我貼上灰色的磁磚 那地上呢 因為廁所感覺會比較冰冷 所以我貼上木溫磚 你踩起來會比較有溫度 因為廁所很小 我為了要讓它們使用上比較方便 比較不會佔空間 所以我把門改成拉門 就不會有迴轉半徑的問題 這個房間我是設定男孩房 所以我選了一張單人床 那整個房間呢 我是選用暗色系做為主色的 那我為了讓整個空間 不要這麼的單調 所以我選了一張白色的椅子 讓空間不要這麼的沉重 接著我們就看一下女孩房吧 我們現在看這個空間啊 有很多可愛的圖案 這一看就知道這是女孩房啊 那其實我們這個空間 是有條件放上一張雙人床的 那床的兩側呢 我放上一張小椅子 它可以在那邊玩玩具 那其實活動空間非常足夠 那再來這邊我放上一張書桌 它還可以在這邊寫功課 其實都很方便 再來就是我們整間廳房板 其實以前漏水很嚴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樓上到底防水工程是怎麼做的吧 GO 大家還記得我們以前 頂樓漏水很嚴重嗎 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我們把它搭成合法的鐵皮 那合法的鐵皮它的高度是多少呢 以台北市的案例來講 它的最高點是210公分 那最低點呢 以前是150公分 現在已經變成180公分 所以如果你家頂樓 有很嚴重的漏水問題的話 我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搭這種 合法的鐵皮 會省下不少的費用 這是420的電腦 就是飛機服劇 我們在 practiced 我們都可以做的 我們有都可以做的 我不算可以做的